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期郭比婷和向左一同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两人在节目中也会经常遇到来自外界的催生和来自向太的催生 然而跟向左在一起七个月的郭比婷却并没有非常想要结婚 甚至还表示在未婚妻和未婚妇的称呼上停留久一点 但最终迫于压力 郭比婷如今已经搬到向左家 两人一起同住 但用一次郭比婷罕见发飙 怒吼向左 你怎么不做安全措施 听到这个问题 向左也一下子就懵了 接下来她的回答道 我想要一个孩子 面对向左的回答 郭比婷也是无语 两人的气氛简直太尴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试的吗 欢迎留言